为了梦想我们摩拳擦掌 岁月更迭 瑞丽已经在中国屹立了二十年之久 而我们瑞丽人的梦想依旧灿烂 美好的理想也将在瑞丽 这个充满阳光的大家庭里放飞 在欢乐与微笑构成的舞台 在笑声与歌声会成的海洋 在温馨与永鹏筑成的圣地 今前让我们瑞丽人在此欢聚一堂 来哥 接下来 你怎么不敲门啊 对不起 兄弟 我就是通知你该进门了 我知道 瑞丽的片子我审完了 你找人送过去吧 你不说要亲自给他们唐总送去啊 怎么呢 那有时间 你找别人送过去吧 好吧 三号女嘉宾今天终于从失败婚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了 她勇敢地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 勇敢地跟我们十五号男嘉宾 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十五号 请你走过去 牵住三号女嘉宾的手 共同迈向新的生活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祝福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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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你总能弄出点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人哪 一定要热爱生活 才能热爱自己 热爱他人 连生活都不热爱的人 怎么会疼别人呢 所以老许 以后你找后老伴 一定也要找 像我这样热爱生活的 没正心是吧 这个人哪 成也在嘴上 败也在这张嘴上 靠嘴吃饭 没办法 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好办法 昨天我说什么了 小致啊 小致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呀 老许啊 今天我的节目你是白看了 什么节目 我节目里那三号女嘉宾 她是怎么从离婚阴影中走出来的 让小致搞对象 让小致 豁然开朗 我豁然开朗 回去我叫张罗 可有一眼啊 张罗对象我不内好 你得帮我多参谋参谋 没问题 大壮 大壮 咋了 这么多人怎么一块来了 我这不群子 省点事 然后就一个信息群发过去 你当公司也是呢 这是相亲 不是 相亲 你就多担待点吧 你肯定能搞定了啊 我相信你 你说咱大哥是不是闲得没事干了 这么大张旗鼓地给许致找对象 他怎么想呢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只要他不喜欢许致就行 你还管大哥喜欢谁了 大哥这么优秀 许致怎么配得上他 好办法行 先过去 来 一号 一号 黄大宇 在这儿呢 这儿呢 进去吧 二号留个位准备啊 准备 叫什么呀 在哪儿工作呀 黄大宇 资料上不写了吗 来的人这么多 不得再核实一下吗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啊 我 我叫黄大宇 现在在荣华集团工作 家里多什么人哪 结婚以后打算住哪边啊 不是 等会儿 您二位是哪位呀 我这是赶着相亲的 连许小姐的影都没见着呢 这是怎么说话呢 这位是许小姐的父亲 有可能就是你未来的岳父 有你这么跟岳父打人说话的吗 是是 不好意思 伯父好 问你啥你就说啥 觉得合适了 就安排你跟许小姐见面 有问题吗 没 没问题 没问题咱们继续了 行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喂 小李啊 王菊的讲话稿我看过了 等一下你直接打印出来 放他桌子上就可以了 对了 下午去接市领导的车拍了吗 好 一会儿王菊去迎接市领导 你嘱咐一下司机 在他车上的水杯里 泡好昨天刚送来的明前西呼隆井 对了 王菊只喝明前茶 对了 记住啊 那个泡茶不能用开水 水温八十度就可以了 请问二位是 看来刘主任的工作很忙啊 是 下午要接市领导 局长委义重任 那咱们抓紧吧 那说说你家庭情况 父母在什么部门工作 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 结婚住哪儿 家里有房子吗 徐小姐还没有来吗 徐小姐不需要来 我们来就够了 喂 小李啊 什么 王菊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停停停 把音乐给我关了 干吗呢 雷老师 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可喜欢你的节目了 你是谁啊 谁介绍你来的 没人介绍 我在你家蹲点呢 我看到有人叫话我就过来了 没别的什么 我就特喜欢雷老师你 你看我的才艺行吗 可以上你的节目吗 这个才艺不行我还有别的才艺 你等我给你吹个葫芦市 这不是什么海权 我们这开会呢 别闹了 赶快走赶快走 别啊 雷老师 我都来的 你就当我把才艺表演完吧 我给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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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给你带走 我了 醒ін Ichu 我们想问一下 许小姐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 在投简历之前 我已经对贵公司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 贵公司虽然是前年才涉足红酒产业的 但是凭借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 很快就在国内红酒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并且具备了强大的竞争优势 是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想以我的专业能力 如果对贵公司进行服务的话 我一定 要不你先看一下手机 不好意思 谢谢啊 没事 不好意思 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 这个还是可以 来 叫手机吗 多少钱 六千 太贵 你说多少钱 五千 太少了 卖卖 贪图小利 不好意思 大爷 我有事 我先走了 道德与萨 必须讨试 道德与萨 必须讨试 小姐姐 一个人来的吗 嗯 小姐姐 一个人来的吗 嗯 好 留上黑信了 义冠亲手 我发给你那些对象资料看了没有 看了 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那你再看看这些 你看看我新拿过这些肉材料 有几个还是不错的 你怎么突然急着给我弄这些事啊 这不就是想给你换换心情吗 您的心意我领了 我心情挺好的 放心吧 我辛辛苦苦着急上火的 为你忙这事 你怎么一点心都不上呢 你看你 您这纯属皇帝不急太坚急 你还真说对了 你现在就是皇上 我比你急 我是四处求人 考察分类 甄别筛选 从一大堆里边 选择出这么一批比较靠谱的来 考察分类 您是找女婿呢 还是研究鸟呢 你怎么着 也得从这堆里边选几个见一见 是不是 好好好 我把这一页看完了呢 我就选 选几个 那答应了 我去安排了 你有完没完哪 你 你看啊 喂 亲爱的 等一下 我出去跟你说啊 我出来了 大哥 大哥 你干嘛呢 我 吃饭 别人产别人呀 吃什么 说什么 啥事求我 不是不是 你赶紧跟我过 还有 这个什么呀 狼醋排骨 好吃吗 你们男人话都不能信 想我了 那你想我什么了 大哥 爆炸吧 我 这有什么大气小怪的 我才不相信呢 我看这回跟以往不一样 而且这回动真格的了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啊 追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我都看得上的呢 好 怎么样啊 今天这个 就那样吧 那样是哪样啊 看没看上啊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谁不合适 是人家没看上你啊 还是你没看上人家啊 都没看上 这么多天这么多个 一个都没看上 您啊 就别白忙活了 早就跟您说过 相亲这事啊 你搞不过 谁 什么 陪许致去相亲 人家许致相亲 我一个外人跟着去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相亲带朋友去的 又不是没有 我让你去就是给参谋参谋 另一个啊 就你去帮我看看 这么多天看了这么些个 为什么一个都不行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啊 这 行了 你就别推辞了 除了你 我也想不起谁来了 我现在就相信你 你办事我放心 罗许 这 行了 就这么听了啊 行行行 那我去看看吧 许小姐姐挺忙的啊 对 最近事儿特别多 许致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约人谈点事儿 你呢 约会呢 你约的人呢 你不来谈事儿吗 他没来呢 他没有到啊 这位是 免贵姓王 您是 您好 我是 他的干哥哥 干哥哥 他就是义兄 是是是 你们聊 这家店的咖啡真的不错 许小姐是品酒师 品味果然非同反响 第一次见面 就约我在如此敬捷的地方 许小姐的心意 真是令我感动啊 王先生 我看你误会了 我约您在这儿是因为 我公司就在这儿楼上 我最近刚入职 事儿特别多也走不开 所以就劳驾您到这里 来跟我见一见了 没事 没事 理解 理解 喂 我在楼下呢 我马上上来啊 好嘞 好嘞 我有点事 我先上去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啊 你们俩先聊 您 您先忙 那个 许小姐 我等你啊 喂 好嘞 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不回来 你没看错 她根本不想相亲 她成年在你面前是扶你 回来了 我说怎么那么巧呢 你哪儿不能约人聊事啊 非得约我公司楼下来啊 我早就该想到了 这两天我爸神神叨叨的 那么反常 这里边有你的事啊 你别这么说 我跟你爸不是关心你吧 谁要你关心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当然 跟我没关系 跟你爸有关系啊 你别转移话题啊 有你这样相亲的吗 你爸问你这事 成天着急上火忙来忙去 你可都好 跑是办公来了 还半天不回来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你爸 我怎么不体谅我爸了 我不体谅我爸 我硬着头皮来相亲啊 我突然想明白了 一既是你在背后窜通 我爸才会每天想一出 事一处地忙着我相亲 雷达你那么闲吗 你那么愿意撑好我们家的事吗 谁愿意撑好你家的事呢啊 你别不是好赖人啊 不是 你们两个 怎么还吵几架来了 你闭嘴 你真把自己当好人是吗 我特别想采访你一下 你那么喜欢打击人家的隐私 你是有什么心理疾病吗 我懂了 你啊一定是个偷窥屁 谁是偷窥屁 这么多人别胡说八道 我说错了吗 你成天挖鼓心思 偷窥人家的隐私 然后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你自己一赢这不是偷窥是什么 你啊就是个心理变态 不是 一家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许小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哥说话呢 你哥 你要是喜欢他 你赶紧把他拉回家 不过我有情提醒你啊 他病得不轻 赶紧给他喂药 不是 关我什么事 这不明其妙 你说谁有病 谁变态 我看你变态 我怎么变态了 我哪变态了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不就离个婚吗 你治愈吗 你装得很刚强 跟没甚人似的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你内心的脆弱 对不起 你的表演太差了 你越回避 越把自己暴露得体无完肤 谁回避了 你又在那里自己进入了吧 雷达 你成天围着我转 你累不累 烦不烦啊 我告诉你 我烦透你了 你有怨也没忍转啊 人要是自己不成全自己 就只能深宫半夜里 自己蒙在被子里哭 你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离婚了 人老猪黄 魅力全无 没人要你了 与其别人拒绝你 还不如自己先拒绝别人 记着 你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离婚了 人老猪黄 魅力全无 没人要死吧 与其别人拒绝你 还不如自己先拒绝别人 人要是自己不成全自己 就只能升宫半夜了 自己蒙在被子里哭 去吧 许致 早点买回来了 快起来吃啊 我不用了 那さん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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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吗 没 对 好心事都没这么多吃的 要去哪儿啊 听你的呀 相亲 真的啊 我马上安排 喂 喂 喂 我到了 你在哪儿呢 喂 你在哪儿呢 我这儿有来 我在门口 喂 人到了吗 什么到了吗 相亲对象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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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那儿呢 走吧 大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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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穿着这个上的 我 穿着裙子呀 穿裙子怎么 怎么漏啊 你穿个卫衣修衔裤 不挺好的吗 还嫌年轻 还去发行 你还嫌头不够大呀 跟个蘑菇似的 来 听歌的啊 你 你干吗呀你 披上外套 第一次见人 不能给人 一场轻浮的印象多吗 你 你这衣服太丑了 不是 懂什么呀 这叫混大 现在流行这个 走 这 行吗 这样 不行 好 好 你好 许小姐 对 你好 你好 请坐请坐请坐 好 许小姐是本地人 对 本地人 之前就听说您长得漂亮 这今天见到齐人 果然不一样 谢谢 您贵姓啊 我姓黄 草头的黄 那我们喝两杯尝尝这个酒 这个酒很不错 好 来 谢谢 尝一下 这个酒 这款酒不错 先生 你好 先生 您这边需要点点什么 来杯榛果拿铁 好的 敬你一杯 这酒也是我喜欢的味道 那许小姐今天要赏脸多喝几杯啊 来 董董 今天点的菜 许小姐感觉合您胃口吗 还可以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再 再要一点 好 根据您的需求来 不好意思 二位尊敬的贵宾 你们好 我是本店的厨师厂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 请二位品尝并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现在还没吃 等一会儿吃完之后 再给您反馈好吗 牛排凉了就影响口感了 还是请二位现在品尝 我来 我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应该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牛排有点老啊 那这位小姐呢 还行吧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我们一定及时改进 还有什么事吗 站在这里不走 先生 您刚才吃的时候 没胶汁 黑胶汁是本店的特色 你有完没完 你现在打扰到我们 还有客制的红酒调制 用料也跟其他的西餐厅不一样 除了蒜蓉 蚝油 牛油 还有番茄汁 芥末汁 醋油汁 我看着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上洗手间 好 接 先生 您尝尝 蘸里根儿子 你要是再不走 噓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你印堂发黑 满面杀气 大火临头 还不辞职啊 你这话啥意思 要不是咱俩有缘分 我刚好从此路过 你今天恐怕就会被 妖狐所害了 你说她是 天机不可泄露 我关你面相 你命犯桃花之劫 三个月内 妾不可亲近女性 尤其是美貌女子 更不可令妻靠近 否则 你命休矣 那大师可有破解之法 往北去 北面 乃阳气旺盛之体 现在 你马上走出散厅 一直往北走 切记 不可坐车 只可不行 不可回头 那 这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日落时分 那时 你身上洋气采集一足 立刻回家睡觉 如法炮制三日 定刻 远离妖邪 且好重生 不是 可可日子都来不及了 你不走 那腰捏出来 你走不了 把我包包包 我现在替你抵达了 你快快脱身吧 感谢大师救命之恩 人呢 走了 走了 怎么也不打这么招呼呀 我哪知道 可能是你魅力不够吧 走 走 走 怎么样 怎么样今天 别提了 不靠谱 又不靠谱 我其实觉得今天这个挺好的 如果不是你啊 办服务员瞎缴 说不定对我喜 你办什么服务员啊 我那是考验他 人家都说 一个男人 对待服务员的态度 就是他以后 对待老婆的态度 你别看他在你面前 文质彬彬的 被我一考验 冤行毕露了吧 所以 男人 不能只看表面 你说是不是老许 对 是不能光看表面 有雷达帮你考察把关 省得你上当 就他那样考察 好的都被他考黄了 老许 老许 你放心 有我了 是 做得不错 这是明天呢 回去筛选一遍 再接再厉 你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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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致啊 从小开始学习到现在开始工作 我从来就没有输给过别人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抛弃我 我不美吗 我没有魅力吗 他能离婚之后 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好好地释放过 你们这一杯咖啡居然要四十块 你们不如拿刀去抢得了 现在咖啡都这个价吧 不算贵啊 不贵吗 不行不行 这咖啡啊还是撒吧 这矿泉水也那么贵 今天我也请了我的朋友来 所以今天的单我来买 你挑一个你自己爱喝的吧 不行不行 这约会哪有让女孩子买单的到 再说这咖啡喝了身体不健康 服务员给我们三位来一壶果茶吧 果茶是一人份的 蓄茶也是要蓄费的 不蓄茶 蓄水免费吗 是的 先生 就他了 给我们拿三个杯子 好 谢谢 你们别觉得我抠门啊 我这个人呢生活当中比较讲究性价比 这咖啡喝多确实对身体大 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你说哥能请你吃这些东西吗 拿走拿走 我觉得还挺好的 走 澳洲大龙虾 哥请你 不用了不用了 现在也不是饭点 这些东西啊确实不上档课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 这样啊太影响我的发挥了 怎么能让我补货一个女人的心呢 补货 怎么 你把我当猎物了 这相亲呢 其实就是一场首帝 这女人是山羊 男人嘛 是猎人 这钱就像我的猎枪 只要这钱充裕啊 一枪就把她撂倒 这样啊女人就会踏踏实实 伺候我一辈子 请问你这是找老婆呢 还是找丫鬟呢 我看你还是没有感觉到 被钱砸萌圈的快感吧 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女人 疯狂地追求 这种被钱砸萌圈的快乐啊 那请你拿你的钱 去打那些女人吧 我不需要 你 对了 我提醒你 你可以换成干瓣 这样更加感觉特别好 你看你要喝点什么 挺你的 那来杯什么汁吧 好的 到底咱俩聊点什么 这样太尴尬了 听你的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你的 这也听我的 不是 我是说我嫁给你 不是 你娶了我 还不是 就是 我们结婚以后啊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指东 我绝对不往昔 你让我打死我 我绝对不碾机 反正呢 你的话就是盛起来 我对你呢 就一个字 浮头 还不行啊 别着急 慢慢来 接着找 什么呀 你要让我给你的 一人资料啊 我让你给的 嗯 你说下班我想给你 出去吧 去吧 喂 干吗呢 大哥 你今天已经问了我好几遍 干吗了 你那么嫌给我打电话啊 有什么事说正事 没什么事 我刚开完会 就问你干吗呢 我知道一个特好吃的地儿 下班后带你去吃啊 你忘了 下班之后 我爸给我安排了相亲啊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帮你看看 下班我也没什么事 这几天 都是你陪着我 太麻烦你了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这话说的 我就好人做到底了 这几天 有什么事 你会给你 你快点了